時間為15分鐘 委員你好 我很快的用我時間 和八世比較關心的事情 希望在這檔案 我也請議長和部長 可以請坐 坐著回答就好了 我覺得你們的經歷 內容回答好 經歷留著防疫 所以如果你要坐下請坐 第一行就是說 武漢肺炎在肆虐 那中國自己受傷慘重 還拖累了國際 結果這個國家還窮兵獨舞的 用軍事力量在騷擾周邊的國家 那他最近對台灣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從2月9號 2月10號 2月28號 3月16號 一直到3月17號 還有軍艦4艘經過我們旁邊 那他做這個動作呢 我昨天有問嚴德發部長 在這幾次當中 有某一次他的數量 起飛的機場路徑 特別的不一樣 那嚴部長昨天也講得很好 我們有做適當的應處跟調整 那我今天要問的是第二件事情 我先請問部長 你知不知道這幾 這一個禮拜 在金門的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知道 是他的漁船有衝撞我們的海巡艇 那海巡這個事情有沒有報給金防部 我們防衛部的指揮官都一直在掌握 而且也找到海巡第9隊 還試圖做一些檢討 這個不是小事 這個影像檔新聞都已經報了 連續一個禮拜 從他們越界 不管是偷沙子或者是偷捕魚 用的都是像黑金剛那種快艇 數100艘 攻擊我們的海巡艦艇 到昨天 他固定間隔排列 有人指揮 對著我們的海巡艇 把旋外機用船底撞擊 把它撞壞掉 一艘接一艘這樣撞上來 我問了一些軍事將領 這些 這些船的動作 是經過訓練跟指揮的 它不是像一般漁民 那因為這是海巡的 就像我們來進步 那我們的國防部當時軍事的 可這兩件事把合併在一起 我假想一個狀態 中共為什麼要對外鬧事 它內部壓力沒辦法處理 要利用外部衝突 來化解內部的壓力 那如果 中共的習政權需要一場衝突 非常需要一場實質的衝突 可控的衝突 來化解內部的衝突 我們的比較遠的離島 常常是它 不管各國的智庫都分析過 比較遠的離島是它選擇之一 所以我們在各種演習的想定 常常是想定說 他們用演習轉為攻擊 如果在金門外 這種有組織的用他們的快艇 撞擊我們的海巡艇 那都跟全派去 更都會翻過了 我們有開槍喔 它不怕喔 十幾槍它就撞上來 接下來 如果他說他的漁民受害 如果有船翻了 如果我們有海警被他帶走了 接下來他的軍事量壓過來金門 馬上變成一個衝突 我請問一下我們部長 這個怎麼辦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海軍艇海巡 這是現在目前的政策 海巡護漁 這個時間上 我沒有看到我們的海軍人員 都只有海巡 一大一小 那個小艇大概50噸吧 這個特別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這個 我們跟對岸之間 在這個護漁跟越界捕漁上面 我們有協同執法 以前那些默契 都有協同執法 所以說這一次是因為 這個快艇看到了 他的布放的漁具會被沒收 所以說他衝進來想去把這個漁具 那個衝突 那是前一天衝突 後來我們開了散彈槍 他們就散掉了 對 昨天這個衝突 我們在驅離的時候 都會採取比較強勢的作為 假如說他不聽的話 他有這種用船來創我們船的狀況 我們就會開這個 昨天這個撞擊 這個撞擊是有系統的 那個沒那麼 不過我是建議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其實跟兩岸之間的 在協同執法上面 現在一直在 我建議海巡署這邊 類似這樣的狀況 跟國防部要密切聯繫 院長在一個制高點 來研判整個的局勢 現在南海那邊也是 我們這幾天遇到的 中共一些動作也很多 有它不是單純的海巡署 或單純的國防部 所以我昨天有建議 天驅這個媒體都有報過了 也不算機密 我們到四月份 我們就會有戰機進駐澎湖 這叫天驅 而澎湖就是為了 讓我們的應變時間 可以縮短 所以部長 我們在天驅的職根量上 可不可以考量 跟委員報告 天驅的計劃 是空軍聯度的計劃 它就是一個戰備訓練 它就是引以我們整個的一個 那根據這樣的局勢 我剛才講那幾次 它是可以滿足現在戰備的需求 那我希望適度去考量 細節內容 我不一定要在這邊講 我要請教議長 一個國家 還要處逼中逼 你看韓國日本多散 歐文就不會他們搬啊 我看義大利一口氣 一天死四百多個人 就這個國家 不只要把病毒怪給別人 還拼命用軍事量在騷擾周邊 你作為我們全國最高的行政首長 你面對這個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感謝委員登記用心 我們台灣作為世界的一員 我們一方面要保衛兩千三百萬國民 一方面我們維持區域的和平 但是我們看到中國一戰 認為台灣是他的部分 我們始終對於中國不放棄武力 換台戰戰非常謹慎的應對 所以任何的動作 我相信不只是對台灣安全的威脅 也是對於區域和平的破壞 變成麻煩製造者 因此不只是台灣 對於中國相關行為有因應 連在區域的周邊國家都有對應的作法 院長要不要譴責他這種行為 有些涉及機密 我也不宜公布 機密我們不用在那邊講 總統都在隨時掌控所有的事態 而且我們國軍將士 對於保衛國家也都做最嚴密的對應 我們海巡富裕也都最嚴正的執法 但隨著情況是不是有不同的狀況 我們也都用最嚴謹的料底從寬 一底從嚴這樣來做 總之只有自己做好一切準備 才不會讓人家親起換台之心 我請國防部跟海巡遊你們可以先回座 然後我們衛福部留下來 我希望印代地區的國家領袖及人物 不管是院長或總統 對中共這些態度要譴責 我是說那個愚蠢到無聊 自己國家人民都面對生命威脅 都可以亂 所以這個其實是我們自己要提高警覺 那我接下來請教第二個有關我們疫情 今天增加27例 我們如果觀察最近從6個8個10個到後來的23 昨天8個到今天的27 幾乎我們國內守得很乾淨 幾乎都是境外移路 所以針對境外的管理 我個人認為100例以後的境外移路 台灣的民眾應該安心 因為我們邊境關起來了 近來我們都會追蹤 盡量避免國內的接觸史 在100例以前遭出一桌的回來 有的去西方回來 海幾個月還是海兩三天的 那個比較擔心會引起社區的傳染 所以我就要請教民眾的一些擔憂 我早上看院長針對有某個委員問 可以嚇口罩去海外的親人嗎 我覺得你們還在演藝隊 因為親人比較難定義 我把線索小一點 我們現在歐美的病例正在爆發 如果大量的人回來 我們的確診病例一定增加 那在那帶回來的 不是我們國內防疫不好 而是從疫區回來的人 他有一定相對比較高的比例確診 那我們確診數就一直增加 大家就恐慌 事實上這個是不用恐慌的 我們國內是守住的 那有個親人他為什麼要回來 他在那些國家 連基本的防疫配備都沒有 所以有的家長說 大人沒關係 如果是學生 我的家人在國外讀書 提出舉證 我在就學證明 各方面證明 是不是允許家長 既 我們出國可以個人帶五盒 既一定我們限額數量的 給他的學生家屬 作為防疫保護自己使用 他就不見得要趕著坐飛機回來 他就不見得要趕著坐飛機回來 他就覺得這可不可信 感謝委員 這個問題 委員關心是很健康 我們行政院對於相關國人同胞 在國外屬於 對於疫情有固定的環境 那需要相關的防護設備 最基本的口罩 我們就曾經很慎重的眼泥 怎麼樣的數量 怎麼樣的清等關係 我少了時間 現在有在研究了 有做相當的盤點 那因為目前口罩的產量剛剛比較增加 我們隨著產量可控制 再來釋放 肯定的範圍 我們會來思考 怎麼樣的方式最方便 最有效 一定願意時間的管理 真不好意思 我就沒辦法給你講那麼多 我提醒市長這邊 可以有層次的 白毛總是最關心小孩 所以學生他有註冊證明 OK 所以先 市數量先從這邊開始 接下來是工作就業 國外包含中國這邊 那第三個層次是我的家人在那邊有僑居地 這可以放後面 因為它是常住型的 有層次的讓民眾知道說 我政府在處理這個事情 另外產業界 在經濟部這邊 我今天這兩天接到好多產業界的老闆講說 本來大發的 現在兩個麻煩 一方面原物料進不來 後來歐洲關了 今天美國宣布加州 Granted 禁足 那些IT廠商業者 都關起來 我的通路 我的客戶也沒了 所以我們現在國內的製造業 只要撐過這一波 我對台灣的經濟是有信心 但這一波是 右手原料進不來 左手現在客戶百貨公司 都停止營業 我賣不出去 那我們要怎麼幫助這些廠商 活過這一個寒冬 等到疫苗出來 保長 來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前幾天我也跟我們ICT的業者 也舉辦了座談 那他們關心的大概就是 本來是生產端出問題 現在歐美是消費端出問題 現在通路端也有問題了 那消費端出問題是 市場充滿不確定因事 那現在廠商他們也利用這一次 他們也在整個過氣 忙的沒有空來整理整頓 你們現在有沒有提出什麼方法 他現在是內部在 你趕快找出一個方法 比方說需求還是在啊 生產者還在啊 是通路這段關門了啊 市長可以先回去 這關門了 所以怎麼樣讓它連結起來 快找 有人說鬥過網路 可是網路習慣之後 舊有的通路搞不好回不來 這都要出力 我沒有要求你現在馬上有答案 我希望你到這兩天研究出來 讓業者知道政府的關心 這點很重要 另外 SARS期間 我們是把飯店業者的房屋稅就免掉了 這點我建議議長 我用建議的 因為它是地方稅 因為飯店的樓地板面積比較大 所以房屋稅它比較有感 幫助它撐過 甚至於很多從國外回到台灣的 給台灣沒有常住的地方 鼓勵他們降價提供常住的 有個指定的地點 我們也好追蹤 所以對飯店的輔導 防禍稅是一個過去用過 民眾 那個方光業者有感的部分 現在你們是要去查 有沒有實際營業 我根據樓地板面積減多少 減多少防禍稅 我想看到防疫期間 有時候走就走會緊繃 讓民眾感受到政府那個溫度 來財政部長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現在 因為防禍稅是地方稅 不過我們現在的做法是這樣子 它只要沒有營業的話 你們現在做的還要去看 而且每個月要看 然後呢 看它有沒有營業 現在台北的飯店業者 生意只要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五 那這個疫情大概 鏡頭大概要等到疫苗出來才能結束 所以我是覺得可以試試看 對觀光飯店業者 他如果還在營運的 當然他都滿載的便宜 這一部分我們會跟地方政府的 稅電競爭處理 這個趕快處理 盡量同款來處理 好 我最後這個一分多鐘 我們地方建設有幾個大的方案 我丁改總質詢的時候提的部分 我也希望各部會 我隨時會來追進度 現在在台南有三個新的東西 一個是86號東西快速道路 延伸到內門 那到內門的話 這個到邱義營選區的隔壁 這是一個案子 這是議長 第二個 對於我們五加二在綠能園區 產延發展之後 總是蛋黃區發展還需要蛋白區 所以我們的產業園區 沙倫產業園區 我上次就有問到 下一個鋼基產業園區 是台南市政府金發局的 這兩塊我是建議議長 在這一波 不管美中貿易戰 或者是台灣面對這個疫情 我發現台灣堅強的實力 不管是防疫 還是現在進步 這事情 定精快速的能力 我們是吸引投資的國家 所以這個產業園區 其實要提早準備好 未來這個生產經濟移動的時候 我們才能抓到第一把 讓台灣經濟起飛的 第三個是 台南市的鐵路地下化 已經在檢討往南 延伸過保安工業區的人德車站 我提這三個點 希望議長 可以交代保護收到 是不是追蹤 本市會追蹤這個事情 這對改變南台灣的產業結構 創造機會 有很大 是不是這樣議長簡單 出沒幾個了 好 那個委員 現在說 接下來的政新 就能做的 快 加速 加大 所以委員 你如果是你對的要快 我們都來追 是 感謝 謝謝